會不會擔心被壓 跟前兩次出庭一樣 都穿著同一套西裝 鄭文燦顯然心情沉重 因為臉上表情超嚴肅 畢竟這已經是六天來 第三度開庭 要沒有臉情一樣嗎 就是新飛艦或者交往嗎 跟前面兩次不同 這回只有找來兩名律師陳永來 鄧義弘來幫忙打這場司法戰 其中陳永來曾經在地方法院 擔任過法官 對法庭實務非常有經驗 要來幫鄭文燦爭取第三次 招保機會 簡作竟然有信心嗎 聽說有規定的證據嗎 是不是覺得他身案重大 常辦檢察官陳嘉義同樣保持沉默 對於監連兩次抗高成功 罰回地院重新裁定 臉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這一回面對的陳審法官 跟前兩次都不一樣 改由論知法官徒伟俊獨自審理 外界對他有著人權法官的評價 不過經過四個小時激烈的 法庭攻防戰之後 法官最後裁定收押境界 法官裁定理由出爐 認定鄭文燦有串供滅證之餘 當庭裁定收押境界 以立確保後續訴訟程序 法官可能考量被告的政商 及人際關係 具有相當的社會影響力 而本案可能還有潛在 尚未浮現的相關人士 故仍然有勾串證人或共犯的可能性 故裁定予以羈押 這也是檢方三度抗高以來 首度獲得勝利 接下來將繼續追查土地開發 涉探案的母后真相 進新聞